Hello 大家好 我是Kenny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在香港專注吃羊的餐廳 其實真的不多 今天我就想和大家一起去試一試 在元朗水車管街的甜形羊肉粉 這間餐廳其實可以吃到羊的部位 都非常之廣泛 現在等我們去到餐廳 和大家一起看看有些什麼可以吃得到 元朗甜形羊肉粉這間餐廳 餐廳上確實試到很多羊的部位 比較獵奇一點 會有羊腦、羊鞭、羊膏丸等等 不過我就未有這麼大的勇氣 所以今天都是試一般少少 一個羊肉粉和一個羊雜湯 這個就是羊肉粉 我叫了小辣 羊肉的片數也不少 有大概七、八片 但就算叫了小辣 這個羊肉粉的辣度也不少 大家留意 之後這個就是羊雜湯 裡面會有羊腸、羊肚、羊肚等等 因為我們沒有要到任何辣味 所以這個湯很清楚地吃到羊的鮮味 非常之不錯的羊雜湯 之後就有我們的小食 這個是涼拌羊肉 這些羊肉片的肉質依然非常之嫩滑 相當不錯 之後我們叫了麻辣串串 有羊腸、羊心、羊肚和鍋筍 我們叫了中辣的 要提提大家 這一間餐廳的中辣 辣度也不是人人接受得到 所以都要留意 之後會有一個炸羊肉餃 我整體的評語就是不過不失 不差的 但也不是超級好吃 最後就有一個貴州臭豆腐 豆腐味不是很強 主要的味道就是來自辣粉 剛剛這個就是我和老婆兩個人 在鹹熒羊肉粉吃的午餐 以兩個人二百八十多元的價錢 如果你是喜歡吃羊的話 這間餐廳是還可以的 先說說這個環境 其實它是一間面積比較大的麵檔 光猛、乾淨 因為現在一台只坐到兩個人 所以坐得都挺舒服的 食物上 先說說老婆的羊雜湯 非常之鮮味的這個湯 裡面當然有些羊肚、羊肺、羊肝、羊腸等等 我就偷了少少羊肚和羊腸 這兩樣東西是非常之爽口的 老婆也有跟我說 羊肝的質地就好像比較硬的雞肝 到底喜不喜歡吃 看你個人口味 不過是鮮味的 我自己選了羊肉粉 可能因為我選了辣 所以辣味已經蓋過了羊味 不過粉是彈牙的 我選擇多次 我會選擇不辣 就可以清楚吃到羊味 其餘的小食 例如涼拌羊肉 麻辣串串串 都是同一個問題 因為它辣 所以不太吃得出羊味 最後那一個貴州臭豆腐 是不臭的 不過質地就乾身了少少 如果它可以製作滑一點 就沒得頂了 整體 如果你們是喜歡吃羊肉的 食物是不錯的 不過 看看大家 可以避免就不要選擇 辣辣 因為會脫掉羊肉味 最後說說服務 雖然這間餐廳 是用QR Code去點餐的 但是那裡的服務員 見我和老婆決定了很久都不知道吃什麼 他就以為我們是否不懂得怎樣點餐 就過來主動幫我們說 我們可以下單 所以這間餐廳服務 都是不錯 如果大家有時間入來元朗 又喜歡吃羊肉的話 可以來這間甜羊羊肉粉試一試 Anyways 講到這裡 今天的分享就差不多了 喜歡這段影片就給個讚 我Share 給你朋友看 如果你也有來過 元朗甜形羊肉粉這間餐廳的話 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你的體驗 最重要當然就是訂閱我 訂閱之後按旁邊的鐘仔 我一天有新片出你馬上收到通知 今天的影片講到這麼多 我們下一段影片再見 Bye Bye